譬如說上個禮拜我當招委的時候 處理文化部國課會跟園民會的這個預算 通常都要先尋找 尋找之後按網例是兩週之後再處理 要為了給委員有更充分的審查預算的時間 提案時間通常是 答詢之後一個禮拜接著收件 那我聽到這個主席這樣講說 今天答詢之前 就要把這個提案截止收件 那我覺得這不符合慣例了 禮拜五花了會議通知 禮拜五才說今天上午 今天整天要審查這個故宮的預算 我們就算熬夜 禮拜六禮拜天不跑塌 專心看的預算也來不及 那你急急忙忙今天就把這個 預算體驗的時間截止到今天 本席就合理懷疑主席是不是有 這個護航這個故宮預算之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會積極捍衛 本席的預算審查權 那今天中午之前 每一幕我都提預算凍結 如果是這樣子要搞的話 我覺得這反而不利於這個故宮的預算審查 加碼下個禮拜我當招呼的時候 針對蕭和社他的司法性 他的過去的定位 跟歷年來承辦 這個承攬故宮業務 相關決策流程審查程序 執行行程我會邀請內政部 我會邀請工程會 甚至我邀請廉政署 我邀請審計部 禮拜一我就做專案報告 如果要這樣搞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 不是國家之府 所以我建議委員 你應當是把這個預算審查提案的時間往後挪 讓本會的委員 能夠有充分的時間 來針對這個故宮的預算提出審查的意見 你今天下午就截止 你等於說措手不及嘛 我們哪有時間 有那麼多的時間才能夠針對故宮的預算做審查 那我真的會合理懷疑 是不是主席要明顯的護航這故宮的預算